大家早 这两天太阳太好了 太热了 今天有点忙 所以周五就吃昨天煮的猪脚汤 然后加了一点沙拉这样子 我同时在看 YouTube上的老高 与小莫 他们两个就是 现在住在日本吧 然后 他们有好多 关注者 然后我很喜欢他们这个频道 是因为老高每次都会讲一些 非常有趣的事情 然后 对他是老高 他是小莫他们是夫妻这样子 传说小莫是富二代 然后老高不然会讲故事 所以把小莫给吸引了这样子 这是他们的频道 我好像看不到他们有多少人 subscribe 但是他们有个members channel 然后你看每一个视频 都有几百万的流量 这样子 这个三个小时之前刚发的 然后就已经五百 不对 五十五万五千的观看量 这样子 但是因为他讲的东西确实有 他讲的很好 非常浅显易懂 所以我很喜欢看有一次 我就第一次发现这个频道的时候 就真的是binge watching了好几个小时 就很有趣 尤其是外星人啊 就很多科学奇观吧 或者历史神秘的事件 然后我从小就很喜欢这种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 嗯 那我吃饭啦 有人推荐这个 不知道什么饮料 但是他是就米做的这种 所以 试试看喽 我今天刚刚买了这个 NutriBullet的 这种炸smoothie 炸果汁啊 不是果汁 嗯 就可以做这种混合物的东西 嗯 就可以炸各种汁 它给你菜脯 然后你也可以做 汤 就外国人不是很喜欢这种汤嘛 然后你还可以 嗯 做 hummus 就做那种 蘸的那种东西 我看看啊 在哪里 对 dips and sauces 然后你就可以打出来 然后自己做 比如说这个就是 嗯 地中海菜里很经常见的hummus 你就可以蘸 你就可以蘸 面包啊 你可以蘸 蔬菜什么的 然后 像这个 嗯 我不要说中文是什么 但是 意大利面里面很常用那种绿色的酱 叫pesto 就是拿那种bazel 就是本来你的话 如果 嗯 意大利的老奶奶就要自己手这样压出来嘛 然后你就可以全部加在这个 搅拌机里面 它就自己帮你搞出新鲜的pesto这样子 然后你还可以用来做cocktail 然后 嗯 它就会给你 它也会给你一些食谱 你可以往上自己弄 然后 你就可以自己 嗯 自己打了 然后它这个combo其实很划算 因为它这样一套呢 有这样三个不同大小的容器 一个是非常大的 这种就真的就是搅拌很多东西 可以这样子 然后它给你两个这种小的 嗯 就是然后还有两个盖子和吸管 你就可以榨完 就随身带出去就当早饭嘛 因为这边很流行 就早上榨这种smoothie喝这样子 然后它这边也会跟你讲说 如果你当然你不用他们那边的食谱嘛 你如果这个是个搅拌的话 这应该怎么放 就比如说你应该最下面放这种绿叶菜 对吧 嗯 因为比如说你不喜欢吃蔬菜呢 把它榨成汁 然后你加点别的甜一点的水果 可能就喜欢了嘛 就补充这种绿色汁的话 我突然想起旺秋王子 好老啊 以前就是有那种教练给你喝蔬菜这样 所以你蔬菜打底 然后你上面加水果 然后你也可以加不同的坚果 然后再加液体 比如说牛奶啊 或者什么坚果 almond milk od milk 各种不同的奶或者液体类 然后这边大家都喜欢喝冰的嘛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最后加冰这样子 然后它这边也会给你列就是哪些东西适合做 嗯 就加在smoothly这样子 这个我当时选的它就是一方面 嗯 Costco的大折 对吧 一方面我就想要一个像果蔬鸡酱 就主要就是想嗯 多吃一点 对多喝一点水果跟蔬菜这样子 然后嗯 我看这个之前网上也看了嗯 点评啊什么都还蛮不错 就是在比较合理的价位当中 比较嗯 强有力的一种这种搅拌机吧 然后它这个也很方便 就是嗯 只要打开 就按着开关键 然后然后只要按这个提取 对吧 然后就不同强度的 嗯 然后你炸就可以了 就很方便 就真的就是一个果蔬剂嘛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主要就是用来用它来做smoothly 所以我也不怎么会做这种汤啊什么蘸酱什么的 然后我今天呢就打算 嗯 搞一些搞一点smoothly 因为我之前从Costco那边买了一些嗯 水果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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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意大利朋友的打便 所以我就在家里猜猜他的打便 这样子 所以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了一位最有名的写的写 太悲惨了 那个耳栏好像坏了 过了漫长的一分多钟之后 他终于自己停了 快把我吓死